中亚历史,1858年3月,哈尔萨克人在奥利耶阿塔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对浩瀚统治者的起义 席卷从齐木肯特到比什匹克的广大地区 起义者在比什匹克和齐木肯特等地成功地打击了浩瀚人 围困了奥利耶阿塔 但在浩瀚军队的压力下,他们始终未能取得胜利 被迫前往沙俄控制的地区 尽管如此,起义者占领了一些新区 1858年,起义者控制了突厥斯坦城等地区 浩瀚统治者胡多亚尔汗成功地诱导一部分哈萨克士州首领站在了浩瀚一边 削弱了起义者的反抗 起义被镇压,这是起义加速了浩瀚政权的垮台和哈萨克威病沙俄的进程 起买了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